中文字幕志愿者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说到黄河 世人的印象就是奔腾咆哮 然而黄河也有温满柔美的一面 今天我们两岸传媒人四川行 一路向西 来到了由宇宙庄严幻景之称的 黄河九曲第一弯 在这里黄河从青藏高原奔腾而下 穿越若尔盖草原 拔出一道优美的湖线 除了壮挫的自然景观 这里还有悲壮动人的红军长征文化 以及绚丽多彩的荡乡风情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自然与人文 完美融合的和谐乐章 我们今天来到了黄河九曲第一弯 我知道你是在兰州大学念书的台湾学生 那么对于黄河我们的母亲河你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呢 川西这边看到的黄河 它更多的话像是一条金龙 因为它当阳光照料在就是我们的黄河流域的时候 看下去让我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中国是荣的传人 然后在兰州的话它就比较波涨胸有一点 然后就是很忌惮 然后就是让我的心情感到也是非常的澎湃愉悦的 所以我认为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很希望就是可以让我的台湾的朋友 还有家人一起过来欣赏我们川西的大美风光 当然也是我们黄河母亲河 让大家看到我们中华荣耀 郑妍你好 郑妍 您是不是第一次走川西路线呢 对 没错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川西这边 哦 这一路走来这风光是不是特别美 特别美好 特别好看 尤其是坐着游览车透过窗外看到辽阔草原 而且还牛马成群 真的很壮观 最主要是让我想到了台湾的晴天罡 也是有牛马成群 但是在这里的景点 升过了台湾晴天罡十倍的大小 我觉得真的很让我很震撼 那么我们现在来到了黄河九旬第一弯 那么我们刚下车的时候 我看到您哇 一直在跳 一直在惊呼 是不是感觉景色太美了 真的很兴奋 因为黄河是很轻合 他们这第一弯呢 我就觉得真的看到祖国特别辽阔 在台湾是看不到那么大的草原 那么大的媒体 所以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可以来自己看看 走走 小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您这一路走来 您有什么感受吗 我也是第一次来穿西 然后我下车第一个感觉就是穿西 真的非常美 以前这种景色呢 只有只能在手机上有能看到过 然后自己亲眼看到也感觉非常的震撼 也非常推荐各位朋友来穿西这边走走 对 也希望咱们演出必行组合 这一次穿西行能得到或者看到更多的不同的震撼 好的 谢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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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文来到了咱们的藏民的家里之后 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呢 一个是他们就是亲自出来给我们带了哈达 然后来迎接我们 然后进来了之后又给我们倒了茶水 还给我们吃了饼 让我感受到他们的人都非常的热情好客 他们刚刚给我们介绍了他们那个生存的生活环境 还有他们的一些生存方式 然后有讲到说他们一些需养的牛 包括他们的每年的收入什么的 我就觉得 然后他们也说了跟以前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现在为了生态保护 然后就是要退木还草 对 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 蛮希望就是更多的台湾朋友能够来到这边 走进藏民的家 一起来品尝当地的饼 感受藏族的文化 今天呢台湾的朋友来我家里 我很高兴 欢迎你们常来 抓起点了 以防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度过了充实而有意义的一天 我们来到了若尔盖大藏原 然后看到了黄河九曲第一弯 而且还走进了藏民的家庭去看到 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先讲这个黄河九曲第一弯好了 因为今天我就站在它第一弯的源头 其实蛮感动的 它就像条玉带子一样 然后镶嵌在这个草原上 非常漂亮 那另外就是藏民的部分的话 今天走入藏族的家 我觉得跟我之前的印象不太一样 是之前我去的是比较传统的这个住家 但是今天很现代化 就是现代化的房子 生活的品质上面真的是改善了非常多 蛮明显的 所以我真的蛮建议大家都来走一走 但包含我也想说 有机会在我的家人啊朋友也够能够来 能够带他们能够体验深刻的来深度旅游 然后来看这边的文化 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